我们专业是管理学 但是我们研究的更多的是这个反贫困问题 讨论研究生之后呢 现在主要是在一些教育机构做辅导工作 我也讲过很多的课 那父母后来就改叫杨桃一路名字呢 就希望在我的人生之中 能够驾着我那只小船 带着我的梦想杨帆远 杨阳25岁 辽宁人 研一再读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杨阳 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那大学的期间呢 我职过教 保过研 拿过奖 办过社团 玩过企业 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非常的想获得一份公关或传媒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穆妍 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杨阳是个人才 他平常比如说去执教 然后很认真的去执教 执教完之后呢 发现考研却有意思的 准备了俩月 然后呢去考 考上人大的这个正式的研究生 然后读研期间呢 觉得应该挣点钱 就去这个辅导中心 去教中学生 一月能挣一两万 另外呢 他这个没事就谈个恋爱什么的 曾经谈过七八个女朋友 而且这些女朋友都特别漂亮 家境都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个人才 所以我推荐你 这些事我们得好好的了解 董老师 我先有一个疑问 杨阳一上来的时候 就说他干了很多事 有一个说法叫玩过企业 你能够解释一下这个玩企业 是什么个意思吗 上达二下学期的时候 我自己呢 办了一个类似于工作室那样的 帮大家进行这个心理疏导 应对一些 比如说刚读大学的同学 适应不了离开家的环境 那么我帮他适应好这个环境 另外呢 还有比如说有些妈妈 她的怀孕了 通过我的努力 消除她的产前焦虑症等等 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方面 也挖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使得我在19岁的时候 可以不用管家里要一分钱 来自己完成我的学业 就你19岁的时候 已经帮助年轻的 待产的妈妈 去避免他们的产前焦虑 焦虑是吧 是 你这哪来的经验 我是觉得我会 我会把我做一个置换 我会把我想象他 因为我妈说的话 我天生就喜欢在 人生的舞台上演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一种习惯吧 然后我就会 入戏特别快 我觉得就是一种 人生的体验吧 那个时候赚钱 还是挺容易的 那个 你怎么可以挂牌收费呢 你这是一个黑桌子 这可以告你的 因为这是一些 精神交流的问题 但是 你一旦收了费 在图了你知道吗 在咱们国家 我觉得这个没有 很多非常资深的 心理咨询师 一个证都没有 但我告诉你 他们没有 不代表你可以 你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这是从业 这是一个从业的现状 沐言你就别解释了 就是一黑工作室 对吧 我再次强调一点 一旦产生了收费行为 这就是一种咨询的 一种关系 那是工商注册的问题 一样的 不要为 不要为我们的 我告诉你这点底线 我绝对不允许你 模糊 我告诉你 有很多的企业家 发私信给我 说按商业的价格 给我来说说他的事 帮我咨询一下 他的情感问题 我从来不敢做 这样的事 因为你这要负一定的责任 来 你来解释 从法律角度 所以你没有获得 相应的这个 心理咨询资格 进行法律 进行这个 心理的咨询 相应 从一定程度上 对你的这个咨询结果 你是不负责任的 而且你从事 这个心理咨询的时候 你收取了 人家的费用 没有获得相应的 合法的手续 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觉得杨阳你是要迎期 好 接下来我问你 梅湘容 对 你对你以上所说的话 负责任吗 当然 他一定是遵守法律的吗 对 行 在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告一段落 大学毕业之后 本来是可以保研的 像刚才沐言所说的 为什么放弃了 没去啊 东南大学 在我保研的时候 它并不是我心中的 那个梦 然后 我觉得那保成了 就证明我有实力 这段人生的路 我尝试过 我经历过 OK 那我要试一试 再挑战一下我的极限 那找工作 我够不够可以 够不够行 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 你去过南行 因为我本科大学 是中国民航大学 然后在我们学校 有一句话叫 谁能进三大行的市场部 谁就是学校 比较牛的人物 那我就想说 只要我想 我什么都能得到 你今天也蛮狂的 现在已经收敛很多了 已经收敛很多了 科项而知当初得有多狂 你还去过支教过 对 为什么想要去支教 是在南大航空工作了 两三个月之后的话 然后我觉得 我不想过一个 我三十岁 能忘到五十岁的日子 每天像副业一样 我需要人生的是激情 是体验 去用我这双眼睛 去看一看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我们这里 我们的学校资源 特首可多 他们不一样 他们就那两个老师 当时的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也是 我为什么后来 毅然居然的选择 从贵州回来 我要考人民大学 而且你好像 这个研究的课题 是反贫穷问题 对 是跟这个支教有关系吗 对 一个这样的男生 刚才我们听到 他这个过程特别的复杂 是吧 尝试过 也不属于自己专业的心理资讯 因为一生傲气 选择了去南行 南行又待不住 最后去了支教 支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来之后 要研究反贫穷问题 而且 关键是你刚才所说的 这么一小伙子 谈了七八个女朋友 而且都是高大上的 来描述 关键还是从大一开始 对 为什么感情这么丰富 而且都是谈的高大上的 而且全是姐弟恋 姐弟恋比较多吧 应该只有 我现在的女朋友比我小 是刻意而为之 还是 随遇而安 就碰上的 都是比自己大 都有吧 我觉得这个 偶然中有必然 必然中有偶然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 我总觉得这个年龄太小了 不够成熟 跟我的这个 不管是那个 我猜你应该喜欢 朱虹那样 朱老板很漂亮 朱老板很挑 朱老板怎么脸上 面无表情啊 说喜欢你 这样一点都不高兴 我因为刚才一直听完了 我就一直在想 今天你来 是不是还在继续你的演出 我天生就喜欢在人生的舞台上演戏 就是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就是为了证明 所有的boss会青睐我 然后所有的boss会给我机会 只是要这个证明而已 会不会是这样 其实我刚才还在想这个问题 好问题 回答一下 你是在演出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整个人生 都张一场大戏 我是希望得到 各位老板的认可 但我心里很清楚 不会每个老板都认可我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珍珠 那么呢 珍珠很圆润 可能放在哪里都合适 我觉得我是钻石 我足够的闪亮 足够的棱角 这颗棱角可能会触碰到 某一个方面的 这样 他会觉得我很扎眼 但是有人会觉得我很闪耀 这话说的不错 这个你学过 你尝试过 心理方面的一些探索 你觉得哪几位老板会 可能对你青睐 你所了解的 在我的面试当中呢 一般是女性老板会比较青睐我 是吧 我们待会看看准不准 第一轮选择开始 还有施展灯为你保留 接下来我们进去 天生我有财 我问一下 三号 为什么灭灯 因为他的七号新金才三千以上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招了很多人大的学生 你又是硕士 我觉得明显的是在讨好大家 是在摆个低姿态 可是你上台的表现又不是低姿态 一副到处游玩的样子 女朋友一年换一个 我觉得你对你的人生不太严肃 我是关于这个七号新金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职场新人 那三千元是我的一个底线 我觉得这跟加勒比拍卖 好像拍卖文物一样 那今天我站在这 我就拿我未来的二十年 做一个拍卖 各位老板 你们看着给三千是我的起价 那拍到多少 那看你们拿上 咱先不说拍卖这事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期望薪水 代表着自己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同 你认为你自己 客观讲 值多少钱 就目前的我来讲的话 那可能第一年 我觉得我一个月值三万 十年之后的我 一个月值三百万 目前一个月值三万 为什么期望薪水写三千 我期望的薪金是 拿到三千 我就可以跟企业牵手的一个薪金 但是我期望的值 那每个人都有个美好的梦想 和自我的膨胀 期望值跟你的标的额差这么多 怎么会让你安心呢 因为我看中 我觉得你今天来 就是希望留灯 留多多的灯 大家来竞价 这是你的目标 我觉得杨阳那话说的太满 动不动就拿未来二十年来拍卖 这多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孩子 他自己把自己放低姿态 是一个好的一个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场 有的老板双重标准 我记得路应该是半个月前 有一位女性的求职者 也是能力特别好 然后就要三千块钱 老板还说 哎呀 你要这么低呀 哎呀 你至少值六千呀 是吧 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端东 其实啊 你进入一家公司的时候 老板问你的工资薪酬 其实是要管理你的预期 如果你预期 跟你的实际的要价呢 相差非常大的时候 老板会觉得 我怎么去管理你的预期 你的预期是跟你的 自己的实际的价值 是怎么去展现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诚信的问题 结果谈女朋友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是有几年时间 每年一到两个 就这样换 找工作跟结婚 其实是一样的 我想问一下 你想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我其实是非常向往 去做公关 和这传媒这个行业 而我听编导这个介绍 是说你想找 与女性市场相关的工作 是吗 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我比女人更懂女人 你比女人更懂女人 如果一个懂女人的男人的话 通常应该会比较招 女性的喜欢吧 你认为你今天 招现场的 女老板或者是女观众的喜欢吗 我觉得今天的女观众 是不是很喜欢我 喜欢 你还喜欢的居家属 我看看 就两个 你确认你还要找 与女性市场相关的工作吗 还是要展现一下 其他方面能力 我觉得让他自己说一下吧 因为他说他对比女性 更了解女性 这只是一个论点嘛 你能不能自己举例来论证一下 你认为哪个公关案例 是特别成功的 为什么成功 我觉得我能把我推销出去 让那么多女生喜欢我 这就是我最成功的公关案例 其实我主要呢 是前面七八段呢 感情更多的都是那种 感情上受过伤的 能有五例 然后从来没谈过恋爱的 有两例 然后呢 我比较擅长去挖到 我因为他们的话说 我在谈恋爱中是一个暖男嘛 我会非常的了解 这些受过伤的女人 他们最想要男生 给他们的是什么 然后呢 我会去给他们 一种关怀 一种陪伴 我现在怀疑一下啊 颜颜 我觉得你分析的这么精品 就是我怀疑你当时 谈恋爱的动机是什么 你是不是做心理咨询去了 还是做恋爱 谈恋爱去了 特别像凑数你知道吗 爱情是用什么来衡量 你在爱情当中的成功 是你最后没有修成正果 你爱情的质量 而不是数量 认真地投入一次 对吧 你不是说我今天 我一个没成 你是个失败者 在爱情面前 人大的同学 我很熟悉 我是你的师兄 师叔吧 20年以前我在人大毕业的 你是一个典型的 我觉得人大的同学里头 自我感觉非常优秀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但是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职场节目 你是要介绍自己 对职业的一种理解 而不是简单的 在这表现你 你有多牛 你不要认为你七八段恋爱 是一个你值得炫耀 一炫耀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信号 很可怕的 杨阳我想问你 喜欢你的女生 都是什么类型的 你能总结一下吗 最多的一个类型 就是节节性受过伤的 对呀 都是弱者 所以杨阳 你今天把他们分析 这么头头是道 又拿着作为你面试的 一个筹码 我觉得不知道 你这些女朋友 看了些这期节目 一个男人老师跟弱者在一起 他不会有出息的 我觉得这个是挺恐怖的 他刚才讲完那个故事以后 我是什么感受 他今天来跟我们谈恋爱来了 然后找到了一小感觉 然后挥手走了 如果从最开始上场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判断 还是基于这个孩子 挺聪明 能说会道 到了后来 我几乎觉得 他把自己定位是大众偶像 而且这种大众偶像 未必给所有的女性 带去阳光 因为他以此为乐而炫耀 作为多年的 做情感节目 我觉得这是一种 非常的不尊重 所以我在最后 想问一次杨阳 不管你对我们的评价 你如何看待 我想问你 接下来你到底 想要应聘什么样的工作 到底在这个舞台上 想收获什么 当每个老板说的时候 我是非常真诚地 在这里点头地笑 我没有表现出 不屑也不羁 我是非常认真的 听取每老板的意见 第一 第二 我非常真诚地 来到这个舞台上 想向各位老板 认真的去学习 那即使今天就算 没有企业选择我 那么听到这么多老板 给我的意见跟建议 我觉得这是我来到 今天舞台最大的一个收获 第三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抱着向各位企业 能够获得一个机会 去走进这个企业 去在一个 这样我们的这个 这样一个真真切切的 这样一个企业当中 去学习 去感受 去锻炼我自己 那这个是我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最真实的一个目的 这番话听上去 让人感觉非常的诚清 感人心扉 但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 你在叙述那些 所谓受伤的姑娘 和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却是那么的轻松 很偶然 让每一个受伤的姑娘 在人生的谷底 能够看到一丝阳光与希望 这个就是我的责任 那你的责任是要 做她的男朋友吗 每一次 我跟她们的分手 都是她们甩了我 甩了我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没有道德 没有灵魂 没有资格爱 你明白吗 我觉得 越是我的愤怒了 真的杨阳 你让人非常痛心 你作为一个这样高学生的男生 我没见过像你这么 满目不仁的 你知道 你老觉得你被别人需要 你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吗 你知道你自己爱什么吗 你知道你连自己都不爱 你有什么资格爱别人 尹芳 你凭什么说 到我这 你凭点五分钟 十分钟 今天介绍一下 看你个表情 不要认为每个女人都是弱者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独立人根 你没有资格玩弄人真 为什么每个人说出伤痛的时候 必须要很悲伤 很忧愁呢 那我今天以一个这样阳光的心态 去说她们 我是在真心的祝福她们幸福 在这个舞台上 不止我一个人谈过一次恋爱 你是调侃的心态 在我这个舞台上 不止我一个人谈过一次恋爱 那你被人甩这么多次 你得总结 我们相信你是被人甩的 不是你甩的 门地上的差距 这话我不想说 因为我失去了父亲 我本来有着非常好的家事与背景 可是我现在没有了 很多人就是因为家事背景 父母不同意就不要我了 我不想说这些不坏的事情 刚才你非常义愤填衍 非常悲伤地说 我不想说那些人 曾经因为门地观念 所伤害我的痛苦 那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 那还要找那些 远远高于你门地的那些女性 你可以不回答 没问题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 我想用一句话可以解释 我们可能误会了洋洋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有翅膀的未必是天使 可能是鸟人 为什么 天使只给人们带去关爱 却从不以此为荣 好吧 我们可以选择吧 下轮选择开始 好 还有四盏灯为你保留 我们来听一下推荐的职位 来 邝总 我给你留的是公司的营销部门的专员 好 特沃斯 我的职位是我们营销策划部的策划专员 我给你的岗位是这样 着实和客户之间沟通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女boss 女老板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岗位呢 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我愿意给你一个运营专员 接下来在四盏灯当中 你要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回到这里 顺便我回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哇 我现在想通了 为什么一次次受到门第之间的伤痛 别人甩了你 你还要自以而为之 因为你想证明自己的魅力 是吗 就像在这个舞台上一样 不管是所有人反对你赞同你 都是要表现出自己的人格魅力 尤其是对于女性的魅力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征服女性 有的时候先征服自己 如果我是你 我先让尹峰爱上自己 好吧 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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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你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见到弱的人 我一定会特别的温暖的人 但是我看不得见到弱者还欺负的人 来 邀请刘总和钟总 参谴不上感情 根据这样的薪酬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两位老板 没有了 没有了 15秒钟时间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华商置业 或者是科沃斯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谢谢再见 你看你们这个被军服的时间更短吧 你不打算说两句吗 好 你就挤着走吗 你给我们答案呗 为啥那个 这还有答案吗 还有答案吗 这就是实际系 因为姥姥明天告诉你 你又被玩了一回 因为他上来 来 听一下他自己的回答 之所以选的谢谢再见 是因为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 还是想找一份传媒公关方面的职位 我不是太想去做市场和市场营销 或者是这个运营专员方面的实习 我是想很好的去了解一下 传媒公关行业是怎么样 为我未来的职业做一个很好的打算 那今天呢 没有获得这样一个岗位呢 我觉得很遗憾吧 然后也非常感谢12位老总 对我的这样的一种 不管是批评也好 教导也好 我都会非常深深地记忆在心中 非常非常地感谢大家 我再次验证了 你整场就是一个演出 秀你的不应该秀的东西 送给你一句话哈 很可能你是玩了我 但是呢我是真心的 如果你玩了我以后 你能有收获 真贱 那也有 我也就贱到底了 你能不能再见 我也就可以了 各位boss啊 我觉得 姜总啊 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话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 总是反面地去看 呃杨阳 应该给他一些正面的鼓励 我觉得年轻人 能够有有胆量 站在这个舞台上 不管他是好的 还是有一些什么想法 应该鼓励他 等会 我跟你讲 如果真对他负责任 应该让他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 来 让他没白来这一场 我说句公道话 但是不能带着他的底处来看问题 张总 张总 看问题应该是他接受去看问题 张总啊 我跟你导带一个事实啊 就刚才在说这个求职意向的时候 他开始说 是想找这个传媒公关类 但是呢 与此同时他说 他其实更重要的是 想要看各位老板 对他的了解之后 看能够提供什么 他认为合适 他说了两次 企业看他有什么价值 其实你们看着他合适 去做市场相关的岗位 给了他一个 还高于他期待 被玩了还不承认 还没接受 都必须打对你们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 只要你们继续说下去 他越找到他那种感觉 好了 不管你今天来是什么目的 我们始终 哪怕到这一刻 都不后悔 在这段时间与你的相处 不管是快乐 还是其他的感受 顺便另外告诉你一句 我情窦初开的时候 也希望每个女人都喜欢我 但是我后来理解 被暗示痛苦 因为那是一份责任 再见 再见